不過台積電未來的營運究竟如何呢 誰是掌舵者就非常重要了 我們要請教洪文哥 魏哲家他在六月之後 就是董事長兼總裁了 可以說是全面掌舵 在昨天臨時董事會呢 是任命了包括秦永沛 還有這個敏玉堅呢 來擔任共同營運長 但即便如此 其實大家更關注的是 另外這兩位副手 是 是 我們剛剛搞笑藝人說 台積電看一千塊的 那其實我們魏哲家 魏總裁其實也蠻搞笑的 搞笑的是等一下再講 我想他這個新的人事布局 就不搞笑了 我想很嚴肅的 那剛剛講就是說 他這一次公布了 兩個共同營運長 秦永沛 米玉堅 不是玉米堅 那個秦永沛 他是台積電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他從第一天開始 他從那個198年成立的時候 工業院出來的時候 他就是其中的一個 130個 所以人家說 超級元老了 他不只是開國元老 人家都叫他勤工 那他在台積電當然 這個一直都是負責 就是說營運的部分 營運其實就是台積電 最重要的部分 管工廠 管生產 那還有 其實他還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大家記得2009年 這個張宗謀把蔡李寢換掉 那一次 那不是當時蔡李寢先生 有裁員裁了一些人嗎 後來張宗謀先生 他稱他為台積電的永遠的總工程師 台積電的總工程師 那當時因為裁掉的人 他想要把他找回來 所以他那時候 張宗謀不是回鍋 他就是請秦永佩來負責這件事 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他在張宗謀先生的心目中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值得信任的人 對 你要信任他 而且員工也要信任他 因為已經被裁掉 他再找回來 對 所以我想秦工 我想有這樣的一個位置 當然他現在共同營運長裡面 他就是負責營運的部分 主要以營運為主 那敏玉傑這一位是台積電 在做研發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事實上大家知道 台積電的研發是從蔣霸 之後有好幾位 他是後面裡面 最重要的負責研發的人 台積電現在占一半以上的營收 七難民 五難民 都是他負責推動的 所以我想他也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我們說這兩個共同營運長 大家都覺得說 是不是以後就是他們接班 我想不一定 不一定 現在就是說 我覺得有兩個副手 其實角色非常重要 那一位是侯詠欽 一位是張小強 張小強 那張小強等一下再講 侯詠欽之前我們有提過 那個他是兩件事情 他之前是負責台積電的DTP 就是負責設計的客戶 怎麼樣把那個設計 放到台積電的生產 可以做得非常順暢 那這件事他做得非常好 所以當年的蘋果的訂單 其實就是他這個有很大的功勞 那這個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也比較負責這個業務 業務的部分 他現在是歐亞業務的負責人 那他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去年三月 接了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的理事長 是 那我們之前說 在節目有聊過 對 接理事長 對 接理事長 過去都是董事長 CEO 總裁這樣的人 那是副總就接 那這一次跳出來張小強 大家比較不知道 那過去大家好像比較不注意他 好像有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他是北京清華大學畢業的 他是大陸出生的 當然他後來到美國去讀書 然後去還加入了Intel 那他Intel做得非常好 他還是Intel的那個fellow 就是被選為這個很重要的人 那他在Intel的時候 他也負責技術跟製造 所以我想他在 對 然後這個在全世界的知名度 其實也蠻高的 他最近在有一個論壇上面 他發表台積電的未來的 那個製程技術的一個發展 那很多點 很多點那個按讚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所以我想就是說 為什麼講說這兩個副手非常重要 是 因為目前來看就是說 秦永佩跟敏玉傑兩位 他們可能在意願上 不一定想要接西優 而且秦永佩的年紀也比較大 他其實也是大家說 比較接近退休的年齡了 是 對 那這兩位侯永清跟張小強 反而是蠻有企圖心的 他們想要去 這個他們有接班的這樣的一個 很強烈的一個企圖心 所以是先請兩位共同營運長來帶他們 對 所以目前的情況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兩個副手就是說 讓很資深的 很兩位資深的共同營運長來帶他們 然後也多讓他們歷練 因為我剛剛講 洪永清跟張小強 現在兩個人都比較是負責業務 那大家知道就是說 臺積電非常重要的是三個部門 研發 製造跟這個業務 那研發跟製造兩個人 他們當然像張小強以前在intel 也做過技術 也做過製造 但是兩個人終究在臺積電 還需要再多一點的訓練 那我覺得這個這件事情 也很重要就是說 張宗某當年怎麼樣培養魏哲家了 他就是讓他輪調在業務 業務製造跟研發這幾個部門 所以事實上昨天那個陽明交大 頒那個名譽博士給魏哲家 那張宗某今天就不是講 他說他是歷練很完整的 那甚至就是說魏哲家 本來是管那個工廠 管了一萬多人 可是後來張宗某把他調到去做那個業務 只管了六七十個 結果他還是笑笑的就去接受 所以那個績效也很好 所以我想就是說 張宗某怎麼樣訓練魏哲家了 魏哲家也接下來會怎麼樣去培量 訓練以後的接班人 對 我其實也幫大家去找了一個內部 台積電內部昨天公告的就是有一個重點 那剛剛我們講的就是 米玉傑他負責研發業務 還有北美 那張小強是他的副手 另外秦永佩就負責營運為主 歐亞業務品質可靠等等海外辦公室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歐亞業務跟北美的這些業務 將會在七月一號 今年的七月一號會整合 整合成全球業務組織 而且是由張小 向張小強報告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接下來七月以後 整個台積電的業務 通通是張小強來負責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像他的重要性也是 對 當然就是在業務 他是整個大權就是抓在他手上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們現在很難去斷定 兩個人接下來誰會接班 但是我想就是說 兩個人都有一定的這個接班的架勢 現在市場都認為說 侯永青的護身是最高 不過要請教洪文哥 現在攤開台積電裡面 資深副總還有整個副總團隊 人才積極攤開二三十人 那麼為什麼大家會認為說 侯永青會最有機會 是 我剛剛講就是說 他其實很早就加入台積電 他比會增加又早一年 那另外就是說 他剛剛講在這個設計服務上面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點 因為他雖然是一個輔佐單位 可是台積電最重要就是 整個客戶去做一個雙贏的一個結果 雙贏設計服務過去是一個 比較輔佐的單位 但是讓侯永青把他做大了 做活了 那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過去其實在這十幾年之間 這個侯永青他是有功勞的 那剛剛講的不管是蘋果 或者是後來的好幾家大的公司 因為設計 這個是台積電非常特別的一個 就是說他贏過三星贏過intel 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他把所有的這個設計的流程 跟台積電的這個製程 可以綁得很緊 所以很多客戶 只要進入台積電生產 大概就跑不掉了 那所以我覺得侯永青應該是一個重點 但是您剛剛也講 歐亞業務七月之後是整合了 而且要跟張小強報告 現在看起來張小強也是很重要 而且他過去被人家說 他其實在台積電也是 月升的速度很快 人家是說他是最之前的資深服務員 對對對 那我想沒錯 就是他二零一六年才加入 你看到現在還不到 才八年而已 所以其實時間很短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為什麼過去 大家比較沒有看到他 因為時間短嘛 是 對 那現在就是說 我這個他過去的經歷 我想因為很重要就是說 台積電現在要往國際發展 他要國際佈局 所以他很可能也是需要一個 夠國際知名度的CEO 來帶領他 所以我想張小強 就有這樣的一個特點 那這這件事情 那你看他在intel 從九十到十 是有嵌入式的這個存儲技術 你看很多都是他這個推動的 那他又是院士 又是五十項 有很多的專利 美國專利 對 是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兩位 我想現在我們很重要就是說 我瞭解兩個人其實也有一點餘量情節 所以要把他分在兩個部門 不要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常常在講的 就是說台積電 要把所有的優秀人才都留下來 那不要 你知道很多公司的部門 很多公司裡面就是會有這個厲害的人 動來動去 動來動去之後就有的人被選上了 沒選上的人就走了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在台積電 他們也是覺得這是很忌諱的 張中文先生講過名言 他不要變成奇異 GE 那個選了一個CEO 那其他的候選人通通跑掉 這個他們要把好的優秀的人才留下來 這個我覺得是他們在接棒過程裡面 非常重要一個原則 好 生技業現在先起了掛牌熱潮 而且洪文哥其實有不少公司 他們背後還有副爸爸在加持 是 是 我想生技業掛牌熱又來了 那你看我們如果來看 今年光三月份就有五家 這都是三月 對 五家公司 諾貝爾 望準 國藝 幼泉 佩爾 那二月二十七號已經有一家掛牌宣達 那依影時間還沒有訂 那我想這幾家公司 其實還有很多都是高價 一百七 一百八 對 那剛剛講就是說 的確他們都有副爸爸 像諾貝爾 諾貝爾他的背後是 加斯達 加斯達在去年 就買了他二十八趴的股權 那望準呢 其實也有很多電子業的老闆 在投資他 那這個我想剛剛講到就是說 生技其實有一陣子 因為電子太強了 所以生技大家好像沒有看到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我們賴總統 這個上台之後 我相信生技可能會有一些題材了 那我剛剛在講到就是說 這兩家公司 諾貝爾 其實大家可能不是很知道 但是中南部的人都知道丁丁藥局 他就是丁丁藥局的公司 那丁丁藥局 他現在全台有九十二家分店 其實他每一個店都非常大 在我們南部我去看過 我那個店大到就是 好像那種3C賣場那麼大 另外就是說 他的獲利也是在藥局裡面 獲利最好的 他2022年他EPS12塊 比大數跟信義都要高 賺一個股本以上 對 去年2023年是他前三季 大概是賺一塊 所以這家公司大家可以注意 這個是因為現在釣舉的通路 其實大家在這個